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也不能在风太大的时候去放风筝 因为风力太大 风筝线很容易断掉 张小贤在《想念》里写道 爱情就是彼此永不止息的思念 是永远放不下的牵挂 是心甘情愿的牵绊 思念能让爱情更为鲜活 增加思念感 能让恋人的心牢牢地扎根在你的世界里 男人如若你真心爱一个女人 对她不要有求必应 更不要时时刻刻都守护在她的身边 而是给两个人之间留出一定的距离 才能感受到爱情中更多的滋味 男人让女人对你一日私夜小的方法 需要学会做减法 一 减少付出高质量的经营 经营爱情 男人不要一味地付出 男人过度地付出 会消耗付出的价值 请减少付出 找到女人内心真正的需求 天龙八部中的尤坦汁喜欢阿子 他一直跟在她的身边 就算当个侍卫保护她也心甘情愿 虽然他付出得多 但是太过于卑微 阿子向往的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根本不爱她 就算阿子会取她的容貌 逼她练印度的武功 她都照做 因为她以为这样付出 就能得到阿子的青睐 可是却离阿子越来越远 后来她给予了阿子双眼 祝她复明 可是阿子却对她没有半点感恩之心 对尤坦汁更是不屑一顾 最终 有坦汁被伤得体无完肤 而她始终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爱情 在付出时 男人应该认真考虑一下 女人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而不是一味的付出 只有知道女人内心真实的想法与需求 才能更准确地去付出 讨得她的欢心 真正了解女人的喜好和所需 再去付出 便能提升自己的付出价值 女人也会更加珍惜深爱她的男人 二 减少争吵 利用共情力 两个人在一起 难免会有磨合与冲突 如果一味地争论输赢 会让女人很憨心 很失望 当争吵与矛盾产生时 男人可以利用换位思考与女人共情 温格朱利在幸福婚姻法则中写道 世界上最幸福恩爱的夫妻 一辈子里都至少有200次离婚的念头 和50次掐死对方的想法 任何一对情侣或者夫妻 都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刻 如果彼此都只坚持自己的观点 只争输赢 那么两个人的感情就会支离破碎 很多夫妻在吵架之后 冲动的离婚又后悔不已 在经营爱情时 男人要减少争吵的次数 懂得及时止损 只有认真地站在女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才会明白她的内心所想 做一个懂她的男人 女人会更加深爱她 更加珍惜她 男人当你懂得换位思考 引导女人一起解决问题时 经营爱情就会变得容易很多 矛盾产生时 两个人理智地去看待矛盾的形成和发展 合力去解决 才能把感情好好地经营下去 三 减少猜疑 多给予安全感 信任是爱情的基础 男人只要找到提升信任值的方法 便能提升爱情的甜蜜度 尼娜·欧尼尔说 信任是婚姻关系中两个人所共享的最重要的特质 也是建立愉快的成长的关系所不可缺的 两个人相处时 男人对女人多一些真诚 将心比心 不套路 不欺骗 如此能减少女人的猜疑 能多给予她安全感 如果在日常的相处中 男人做错了某件事 就主动承认 承担后果 而不是利用谎话 欺骗女人 因为一个谎言 需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这个谎 如此非但不能弥补错误 而且还会导致两个人之间增添更多的误会 信任经不起考验 一次的犯错会获得原谅 但是次数越多 信任感就会变得越薄弱 如果两个人之间总是互相猜疾 感情的裂痕就会越来越深 男人维护好两个人的感情 减少猜疾 坦荡相待 感情才会稳定发展 男人给予女人的安全感越多 他就越会信任她 越是深爱她 离不开她 经营爱情 学会做减法 男人真心爱一个人 不要总是用礼物和鲜花堆砌爱情 而是要懂得如何用行动力打动女人的心 如果想让女人对你日夜思想 需要学会做减法 做减法可以从减少一味的付出开始 男人应该给予女人更多的了解 而不是让她习惯了男人的付出 觉得她的一切付出都是理所当然 减少争吵 减少争吵 给予女人更多的包容和体谅 让她能感受到你的存在 觉得非你不可 不要跟她吵 而是让让她 爱着她 理智地看待两个人之间的差异 接受两个人之间的磨合 减少不信任 给予女人更多的信任 让她有更多的安全感 理解包容和信任 会增加女人的幸福 让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更加牢固 女人越是离不开男人时 才会对她日思夜想 才会将她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